汪小菲就說 買老公給買 孝順我丈母娘 都還沒結婚就丈母娘 你那個時候的丈母娘是誰啊 是A是媽呀 上面是寫汪小菲表示說什麼呢 這個畫面是截至於張盈盈的手機 我覺得我們很好帥你想的也不是成熟 現在如果你堅持要孩子的話 孩子啊 沒想過後果你懷孕期間 我要自己在家待很長時間 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我不會安心的 如果真的想要 你就把寶寶出生所有的字全部考慮周全 寶寶啊 如果有寶寶 那為什麼張盈到現在都沒大肚子呢 小菲就說啦 你別財和我分開一天就這樣 我會好好珍惜你 沒有任何明確的回覆我會去醫院 打掉他 我不是任性這也不是兒戲 你好好想想吧 其實說明天過後我們好好商量 王小菲就說媽媽呢睡了吧 還關心到媽媽呀 王小菲她是用語音的訊息 那沒想到張盈盈 把這個語音解開 變成是文字的 寶貝兒 你發那種微信朋友圈 有什麼意思呢 昨天好的不行不行的 今天就送這種想法 我沒有 我怎麼沒有規劃了 我一直在規劃啊 這不是我才回來隔離第一天嗎 爆料的告訴我說 張盈盈和王小菲要了 五百五十萬的 公口費 五百五十萬能幹嘛 我只能給媽媽買套房子和一輛車 王小菲馬上說 買買老公給買 孝順我丈母娘 都還沒結婚就丈母娘 你那個時候的丈母娘是誰啊 是S媽呀 結果王小菲說什麼 開始調情了 想老公嗎 張盈盈帶來就很淘氣的跟他說 不想 我只能讓姐姐看看房子 如果她做房子行 我就拿你的卡把貸款還了 他說 那還不想啊 寶寶想怎樣 就怎樣 哇 這甜蜜時數也太高了吧 這張是十一人的他們的一個好友群組啊 因為當時 張盈跟王小菲在吵架 這一吵架呢 張盈盈竟然把王小菲的威脅給刪了 王小菲找不到張盈盈 怎麼辦呢 只好到群組裡面求勞啊 這時候就在十一人的公開群組裡面 開始對罵 張盈說實話 別跟我說藉口 你麻痺 這個叫巴巴巴啦 還在找藉口是吧 結果王小菲 雜人們倆一起之後 我從沒和任何女人聯繫過 所以王小菲 你在還沒有跟張盈盈聯絡的時候 還沒在一起的時候 你跟其他女孩子也有聯絡啊 你別忘了啊 你的身邊有大S啊 王小菲講什麼 我當著所有愛我的希望 我好的朋友 我這輩子以後 再也不和任何不認識的女人聯繫了 王小菲承認他有和其他的女孩子聯繫囉 我跟你在一起之後 巴巴巴 傷身體 傷什麼身體 大家去想 傷心 失望 我不懂 我圖什麼 王小菲 什麼都沒有 就是那是 打高爾夫的兩女 一起打 吃了個飯 就承認了嘛 那這個流出來什麼流出來 大家也可想而知嘛 誰在右邊 誰在左邊 右邊的人流的嘛 那張盈盈留給誰呢 對我們不得而知了 有個玄機在哪裡 0016 0017 這只差一分鐘啊 2352 2352 2345 2347 0038 0038 你們會跟人家華為經在通話的時候 邊打邊截圖嗎 難道這是預謀嗎 這等同說 張盈有個習慣 他只要跟王小菲在聊一些 購買東西 小孩子的事情的時候 他每次只要一滿屏 他馬上就做截圖 為什麼要做截圖呢 這個大家可以去猜猜